我觉得 我很不正常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居然 想伤害我儿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念头总是会突然地冒出来 我 我特别地害怕 我有一天真的会做出 这么疯狂的事情 我很理解你现在的感受 你现在的状态非常地焦虑 不过想法并不代表行动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 如果你跟你的儿子 生命受到伤害 你认为生活会有什么样的 改变跟变化 我觉得 那就一了百了了 或许我的生活可以回到从前 他对我来说是个意外 可是我现在 我真的是无聊 你好像有些后悔 你生孩子这件事情 儿子出生以后 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有哪些事情 是你想一了百了的 来来来 进来啊 看看我的大胖孙子 刚生下儿子那会儿 我还在喂奶 我婆婆特别兴奋 总是喜欢 突然就带着一群人回家 在大家面前 我觉得自己特别尴尬 她还当着所有人的面 就把孩子从我怀里抱走 她就是想大家看我笑话 连个孩子都抱不好 我在家里 就是个免费的保姆 老公下班回家 做出一副很想带小孩的样子 其实满脑子只有她的球赛 我刚趴着把地板擦干净 刚停下来站一会儿 就被婆婆使唤去做菜 她那个急吼吼的样子 就见不得我有一颗空闲 菜刚下锅 老公就在那边喊我 是吧 雷露 饭好了吗 搞得像是全世界的人 快好了 都要等我炒好菜 才能吃饭吃 还有十分钟 看完我你去吧 这些事情充斥着我所有的生活 我真的快崩溃了 我真的快崩溃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是一个尽头 没有人能帮我 贺老师 真的没有人帮我 前段时间 我脑子总是空空的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满脸都是眼泪 你应该是正在经历产后抑郁 如果跟别人说 这个病人家会不会觉得 你特别矫情 因为我感觉 我老公和我婆婆 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 并不会的 这个病是有科学依据的 其实你的产后抑郁 跟您体内的激素水平的变化 还有因产后生活 巨大的变化 给您带来的应激反应 都是有关系的 但请你相信我 之后 我会陪伴着你一起 持续关注跟评估 你产后抑郁的水平 认知三联症 自我 环境 还有一个 未来 比如 我很不好 我很不正常 别人帮不了我 没有人 没有人能帮我 我对我的未来没有希望 我没有未来 但是你的想法 并不是事实 请你相信我 随着你的激素水平 逐渐平稳 还有我会陪你一起 面对这些问题 你的抑郁 会有改善的 我会不会 我们会不会 你还会不会 我会不会 我会不会 你这些东西